大家好 今天有不少的人参加了研讨会 俗话说 流水不浮 那么水不流则浮 大家说 对吗 同理 如果人不用大脑 我们的大脑也会生锈 头脑生锈的人性格都很倔强 他们不会听别人的劝告 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对的 如果大家不想成为头脑生锈的人 就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并且再把自己吸收来的知识 传授给其他人 如果一个人只顾着吸收知识 那么没有人 愿意留在他的身边 同理 只顾着自己 不懂得与他人分享的人 不会有属于自己的伙伴 但是 如果一个人在吸收最新的信息和知识后 还懂得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 不断与他人分享 那么 那个人的周围会聚集很多的伙伴 并且通过共同努力 他们将实现共赢 爱多美就是一个大家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并为了伙伴们的成功 而把自己所了解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事业 如果大家不这样做 那么大家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只想着自己吃好喝好的人 是很难取得人生的成功 我不骗大家 这是事实 那些 懂得不断吸收最新信息 并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人 现在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 说到成功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取得爱多美事业的成功呢 当今时代被称为不确定性时代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于1977年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采访中讲到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确定性时代 因为现代的知识与技术更新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他在1977年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 那么现在是21世纪 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现代是一个文化范式本身发生变化的时代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不确定性变得更严重了 然后无论做什么事 如果想取得成功 都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无论是发明家 还是企业家 如果他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那么他将很难取得成功 所以大家首先需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其冷静的理性 合理的判断力 理想 梦想 没有梦想 大家也很难取得成功 不会有人在没有梦想的前提下 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吧 想要取得成功 大家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 冷静的理性 合理的判断力 还要对自己的工作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二 仅有冷静的头脑是不够的 大家还要有一颗温暖的心态 只想着自己取得成功 不管伙伴们 是不可以的 如果大家这么做 也许刚开始时发现不了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四十几岁的时候 那种人会发现自己犯了大错 现在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 只要自己吃好喝好 就能成为成功者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这么经营事业 那么大概率不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第三 大家还要有一双勤快的手脚 仅有冷静的头脑和温暖的心态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勤快的手脚 各位也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譬如技工 如果一位技工技术很熟练 并且他也有一颗温暖的心态 但是如果他不勇于付诸实践 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进步 同理 发明家也是一样的 只有同时具备冷静的头脑 温暖的心态 勤快的手脚 他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好 下一个 苏格拉底的苹果 苏格拉底有数千名弟子 一天 有一位弟子问他 老师 什么是人生 因此苏格拉底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去了苹果园 到果园后 他让自己的弟子们 每人摘一个他们自己认为最大最好吃的苹果 之后他就和自己的弟子们说 自己会在果园的出口等他们 他的弟子们摘完苹果后都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问弟子们 你们摘到又大又好吃的苹果了吗 但是没想到他的弟子们全是一副很无奈的表情 苏格拉底发现他们摘的都是一些很不好的苹果 为什么 因为他的弟子们总想着前面肯定还会有更好的苹果 结果最后留在他们手里的都是一些最不好的苹果 这都是因为他们太贪心的缘故对吧 这时他的一个弟子和他说 老师我们可以重新去摘吗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不可以 他说人生是无法回头再来的 这就是人生 因此 如果大家不以主观的态度判断事情 那么大家的人生到最后也会像现在这个苹果一样悲惨 苏东坡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是爱子杂说里面的一则预言 一个人在听别人说如果有老鹰就能抓住很多的猎物这句话后 就去市场买老鹰 因为他之前一次也没见过老鹰 所以他买回来的是一只鸭子 随后他就带着鸭子去打猎 这时野外窜出一只兔子 他把鸭子一扔就对他说 老鹰快去抓那只兔子 但是那只鸭子只能在地上扑通扑通 他扔了五次 结果那只鸭子的腿都被折断了 鸭子根本就没有要去抓那只兔子的想法 鸭子很生气 所以他就对他说 你看我的脚掌 我其实是一只鸭子 这时那个人才知道原来他是一只鸭子 大家说苏东坡写这则预言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 用人要谨慎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则故事告诫人们 要想更好的运用 必须要知道其作用 大家都知道《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吧 老子的老师是一位叫商荣的人 商荣 临终时 老子去问他 您最后有什么想要教我的东西吗 请您教给我人生智慧吧 这时商荣说 你看我有舌头吗 他回答 有 你看我现在有牙齿吗 没有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因为他是老子 所以马上就会明白 商荣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教给了老子以柔克刚 这个道理 所以《道德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大家不必与他人竞争的意思 大家要懂得谦虚谨慎 那么你们就会比别人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 商荣讲的 以柔克刚 就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请大家看 这是孟宗竹 据说在中国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竹子 就是孟宗竹 孟宗竹在种植前四年不会发芽 从表面上看 前四年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他会从第五年开始发芽 并且孟宗竹会在一个月内长成30米高的竹子 怎么可能呢 从表面上看 在前四年他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其实不然 在地底下树根会把养分传输给各个部分 所以发芽后仅用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能长成30多米高的竹子 艾多米事业也是同理 虽然从表面上看自己非常的努力 也不断地奔波于市场 但就是没能取得成功 同时也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大家会在某一瞬间获得惊人的成果 我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有个人用了很长的时间 终于成为了营销经理 但是没过多久 他就成为了高级营销经理 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的根很牢固 所以他才能以惊人的速度 取得视野的成功 大家也要像孟宗主一样 扎好自己的根 那么大家会在不知不觉中 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好 下一个 过犹不及 这句话出自论语 子贡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 有一天 他问孔子 赚孙师和补商谁更贤得 赚孙师性格比较急躁 所以他有时做事 做得会有点过头 补商性格比较慢 他会过于深思熟虑 孔子回答 赚孙师常常做的有些过头 补商常常达不到要求 子贡说如此说来 那么是不是赚孙师要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 不 他说 过头和达不到同样不好 过犹不及 这句成语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换句话说 102%和98%一样 做到102%的人 通常没能取得视野的成功 同理 做到98%的人 也没能取得视野的成功 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 过犹不及这个成语 好 接下来是拔苗助长这个成语 出自孟子的浩然之气 宋朝有一位农民买回稻种后 把他们种到了农田里 他为了让和苗尽快成长 所以把苗都拔了出来 是不是很搞笑 之后他晚上回到家里 就和自己的儿子说 我今天去农田里那么努力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和苗 可以快点成长 我们现在常说的助长 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他的儿子听到后吓了一跳 跑去一看才发现 所有的和苗都死掉了 也就是说 有时候 大家的好心反而会帮倒忙 所以 孟子就主张 人做事一定要遵循规律 好 下一个 《百玉经》这本书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来自印度的一本书 一个人在看到邻居家 盖了一栋三层小楼之后 也很想拥有那种房子 于是他就找了一位木匠 还和他说自己也要盖三层小楼 听到那个人的话之后 木匠就答应了他 木匠需要从一楼开始建起 对吧 但是看到那个情景之后 那个人就和木匠说 我要的是三楼而不是一楼 木匠说 如果想建第三层 就要从建一楼开始 但是他不提木匠的劝告 仍然主张自己只要三楼 这则故事出自《百玉经》 如果基础不扎实 就建不了三层小楼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基础不牢固 那么不过多久 那栋建筑物就会倒塌 接下来的故事 是浴室里的傻瓜 米尔顿·弗里德曼 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 著名经济学家 他设立这个理论的目的是 为了批判当地的经济政策 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理论 大家都知道 刚开始打开水龙头时 出来的是凉水 过一会才出来热水 对吧 但是这些傻瓜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一下子开到热水那边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热水会烫到他们的头 所以他们又不得不 马上把水龙头方向 转到凉水那边 最终这些傻瓜们 是喜不好早的 这就是浴室里的傻瓜理论 只要他们忍一下 就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 正是因为等不急 所以他们才会来回转变方向 对吧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所有的成果都需要时间的等待 如果大家急于达成自己的目标 那么你们也会像这些傻瓜一样 那么你们也会像这些傻瓜一样 很难达成洗澡这个目标 这就是浴室里的傻瓜理论 好 下一个 咸肉的狗 这则故事出自一所预言 有一只狗叼着一块骨头 路过一座桥时 突然看到桥下面有一条狗 叼着一块更大的骨头 水里面的狗 其实是他自己 大家说对吧 这只狗为了抢水里的那块骨头 张开了嘴 结果把原来的骨头也弄丢了 虽然人都有着 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理 但是大家一定要懂得 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 好 史蒂夫·乔布斯 他虽然大学没毕业 但是他曾在世界著名大学 斯坦福大学进行过毕业演讲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举行毕业典礼时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毕业演讲 校方会提前询问演讲者 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学校的毕业者 进行演讲呢 史蒂夫·乔布斯是被他们邀请去那里 进行演讲的 他在最后说了什么呢 他说求之若鸡 虚心若愚 英语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想取得事业的成功 就要热切渴望取得成功 虚心若愚是什么意思呢 他主张 人要像笨蛋一样行动 聪明的人不想虚心学习他人的优点 因为他们会自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要像笨蛋一样行动 是指大家要不断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 这句话是他在毕业演说中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在说完求之若鸡 虚心若愚这句话后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后来这句话成为了一句名言 我希望参加研讨会的各位 也像他所说的一样 热切 渴望成功 虚心做事 只要大家能做好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成为成功者 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事业的大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